歡迎大家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郭Sir和大家解答股票問題的時間 如果大家有問題想問郭Sir、郭獅子 就爭取時間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電郭地址ASKFBSChannel.com 郭Sir你好 你好 事不宜遲 聽聽家庭觀眾電話 第一旁邊有葉小姐在等 早安 早安 主席你們好 早安 是 請說 我想買中國人壽的 不知道多少錢入號 為何會想買郭壽的呢 葉職差差點 是呀 因為買開它 OK 好 讓郭Sir幫你解釋一下 見到郭壽2628 最新公布了業績 7個市場預期 估計今天來港都列口低開 現在這一刻都跌超過5% 做28.7% 家庭觀眾想買 郭Sir你又建不建議這個時候買呢 買郭壽是沒有選錯的 因為這次第三季的業績稍微同比是下行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個季度 A股都大跌了 上半年到A股升得很厲害 所以它的投資回報是幾十個%的 在這裡已經說了很多次 大家不要指望第三季會來一定差的 但是如果全年計算 由於A股今年的起步點都是2000多點 來到現在都會有3000多點 就是說全年計算都是有增長 不過跟半年的增長當然是差一點 不過我覺得都要看其他基本因素 其實受險業務在內地的發展 是相當穩定的 中央壽也有計劃去收購一些銀行 包括一些商業銀行 或者其他銀行業務 希望在受險業務發展之餘 也兼備金融方面的發展 例如平保 為何股價一直走得比較亮麗 平保就是有產險業務 有受險業務 有證券業務 有銀行業務 有資產管理業務 即是它不會受單一個行業畢竟所影響 因為業務比較多元化 你反而中仁壽就比較窄 如果能夠拓展到這方面的發展 長遠來說一定是好的 股價早前最高見過31.5元 現在跌到28元 技術上來說 那個回落 我覺得單單看第三個業績不好 已經是差不多了 剩下來就要考慮一個因素 就是恆生指數的走勢 今天是期止結算 整個市是屬於抓住高台 不過問題是 11月初旬的市場會如何走 這個才是重要的 今個月的市場已經升了很多 如果由上個月29日的低位 到今個月20日的高位 升了足足3,055點 市場調整幾百點當然是很正常 但我個人覺得如果深一點就更加好 因為你2900幾點 你過度到去 2萬2900幾 過度到11月份 只要有1,000至2,000點的上升 已經可以產上去2萬4,000點 問題就是現在成交金額小 會不會是去到11月份 市場或是有少許反覆呢 你會預算這一點 你買中壤壽買來炒 就一定要看大市的走勢 和看成交金額 如果買錯中市的部署 問題就不大 你分階段慢慢買 就不要抱著我今天買 我希望明天有錢賺的心態 成交只有600億 今天買到尾我相信也不會多 以這樣的成交金額 就算股價稍微走回 都是有波幅沒有勝負 但中線部署反而沒有問題 分階段慢慢買 我比較喜歡的就是 大概27個領域 在阻礙錢賣下去就最好 因為一個月的低位是25個秋半 只要不跌穿問題不大 好 希望都幫到你了 葉小姐 好 麻煩你 拜拜 好 要聽一下我的嘉靈觀眾 在旁邊有周小姐 早晨 早晨 想問甚麼 早晨 早晨 我有兩隻股都是跌得很慘的 我有一隻762的聯通是11元買的 那隻長實 1113那隻 又是60多元買的 我現在這兩隻 我見它這麼低 我好不可以去溝貨呢 好 幫你看看中聯通 嘉靈觀眾就10元樓上買的 現時股價在做9.39元 跌近2%了 來到這個水位 嘉靈觀眾想溝貨 郭Sir你建不建議 最近聯通的股價做得一般 事實上來說 三隻電訊股 我在很多場合都說了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讀看是941中移動的 只不過聯通有一個消息 據聞跟中電訊可能會重組 好 刺激了股價 早前來說是升得比較明顯的 但第三個月的純利 按年倒退60幾% 真是強差人意的 況且現在這一分鐘 股價已經是創了一年的新低 一年的新低 聽清楚 股價會不會是慢慢慢慢斷定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因為它 中移動和中電訊 將部分的資產放到鐵塔 鐵塔將來用甚麼價錢租給它 我們不知道 這個包括中移動在方面也不明朗 但講走勢 中移動因為恒指成分裡面 它佔的比重有7.82% 市好它一定是抓住高台 但相反來說 聯通的股價持續疲弱 而且還創了一年的新低 11個多買 如果是近期買 就真的比較可惜一點 因為股價雖然早前比較亮禮 成交亦比較大 但只是檀花一言 升一天 第二天就跌回頭 沒有做少許風險管理 現在唯有暫時觀望 我也不建議你指示 但好不好加注呢 真是兩體 如果我要買電訊股 我後退買中移動 這個真是很老實說 如果市場有機會在年底前發上去2萬3千8 2萬4、2萬4千5 是其他藍籌限的 可能去到其時 去車邊做好一點也行 但你想想 恒生指數現在已經擺脫了 一年的低位超過3千點 但相反來說 它的股價正在試一年的新低 只是這樣說 我都不建議你爭持 拿著舊貨就無所謂 主要第二隻 詳實地產 其實來說 在現在這一分鐘來說 我不覺得會太過良麗 因為香港的樓市 其實近期來說有少少放慢 不過當不知 剛性需求還是很大 而且美國利率還是低位 所以就算樓價是 輕輕喊低一點 但整體來說 都是一個高台 只不過你說要好像這樣 幾年前那一刻 啊 冰冰冰冰的上升 我想真的有點難度 暫時的股價會在54.3毫半 到大概57.8之間 走來走去 屬於一個整固等變的格局 沒有太大的驚喜 如果要買的 不如將資金買到1號 長和 好過了 至於長實地產 我就比較忠誠一點 拿著舊貨就一路等 但新進的資金 定遠就是買長和好一點 就可以了 好 謝謝郭Sir 詠盡分析 接下就要跟進一下 另一位嘉寧觀的電話 就是有朱小姐 早安 你好 那個是郭Sir 是啊 郭Sir在這裡 你好 你好 請講 我看廉時經常見到 我想問我那天是1072 1072東方便器 是不是 9.7萬 9.7萬 現時正在捱點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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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不等它 燈家鄉 對 要去 好 見到現時的股價 還有9.3.5 稍為升4 今天稍後時間公佈業績 暫時未知業績是怎樣的 家庭觀眾9.7有貨 現時正在捱點價 現在應該怎樣做 郭Sir 中期的順利1億6800萬 是倒退了接近80% 其實這個事業比較離淡 不過在9月份有母公司的增持 略為斷停價 在基本面來說 我覺得 還是比較不明 不過股價近期來說 其實走勢也不是太差 純粹是隨時而行 相對18-19元來說 現在是一個低位 如果你買得不是太多 我也不建議你暫時等等 不過很尷尬 因為股價現在在10篇 20篇線 左近是反覆 一旦跌穿了 真的有機會試一試調整10篇線 不出奇 大概是8.8-8.7.5左右的水平 如果持貨少 就少等等 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如果持貨多 需不需要做風險管理 你自己決定 因為我們投資一隻股份 如果真的投資的話 短期的升升跌跌了幾毫子 你就不用理會它 你沒理由一買就立即升 每個人都想 你剛好買完市場 反覆它的股價便會輕輕向下 但只要它基本面是好的話 它慢慢會走上去 不過要時間真的不能急 放置一個大市成交今晚這麼薄弱 但如果你說反過來不是投資的 我純粹是短炒的 我真的是短炒 希望10個零多我就走 不要緊 你9.7萬上10個零多有幾毫子賺 反過來跌穿9元就要止虧了 就是說你如果想贏它一元幾毫的話 反過來你也要承擔一元幾毫的下跌風險 如果你說中線部署的你就不用理會 但短炒的話 9元是你的指示位 自己怎麼決定的話 真的要你自己的債主意 好 謝謝郭Sir 這次的問題環節先來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會有其他節目送上 先和郭Sir做新報 提及過的股份自己有沒有哪隻持有 沒有 謝謝郭Sir 我們先休息一會 謝謝郭Sir